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射接练习 射接练习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东西 那像这样的东西你来看看 尤其是你用在扫描 当然你说我们一般的图片你用调整 像我们昨天不是用那个庙上面那个 那个用射接自动射接嘛 效果还可以 那么一般你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扫描的图也是很好用的 比如说我把这两个我打开给各位看 各位平常有没有在做 家里面有没有扫描器曾经扫描过 有的可能有有的没有 那我想要问一下 以前考试的时候有没有跟人家借过讲义 没有 因为通常我上课不太认真 都会跟人家借讲义来看 懂会有比较认真的同学嘛 那但是问题来了 你如果那种上课的笔记 上课笔记抠了越多次之后 是不是越来越不清楚 那怎么办 就只好自己认啦 那么如果你是像一般的 你像这种纸张很薄的 你在扫描的时候 是会看到扫描到背面对不对 影印的时候也会有类似情形嘛 那难道你就只能用这样吗 不能帮他稍微处理一下吗 可以啦其实是可以处理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给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在我们 我看 平常我们是不是都从这边来对不对 从这边做调整 色阶有没有 那其实说真的 我真正你实物在做的时候 就慢慢的比较少会从这边来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从这边直接做 我是针对那一张照片 直接怎么样 破坏掉了 直接破坏掉 所以我们平常其实比较少会直接从这边 会从哪里 我们从这边来 你看一下哦 从这里 图层 这里有没有一个这个东西 调整图层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诶 有没有也有设计 这里的选项 你会发现 跟这边的选项 绝大多数有没有都雷同 当然有几个是它没有的 就是说 这个调整图层没有 你还是要从这边做 可是 绝大多数都有 那最大的差别在于什么 它叫做调整图层 对不对 后面那两个字 它会变图层 这样了解意思了 我们点下去 来从这边设接 好 看一下哦 有没有发现 它在原本的图层之上 增加一个图层 它不是直接把这一层干掉哦 它是在上面增加一个 用它好像来覆盖在上面 这样子 所以 你如果万一觉得不满意 这个图层丢掉就好了 原图都还在 好 这是最大的优点 然后 你有没有回想一下 这种图 我们好像在 哪一个地方看过 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光影魔术所 第一天就看过了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 是那个 分布的情形 好 射接分布的情形 你看哦 这一张 有没有发现 它偏偏右手边 为什么 请问你 这一张图片里面 亮的地方比较多 还是暗的地方比较多 这里都算亮的 对不对 都算亮的 所以亮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它偏右边 那纯黑色 有没有很多 纯黑色是不是几乎没有 有发现 所以你可以从下面 这个图看到 这三个点 一二三 这个代表白色 灰色 跟什么 黑色 那么现在 我们的杂点 这些 我是 不要对不对 我就要把这个地方 是当做白色来看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边 拉过来 有发现不一样 了解意思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原本 要到这边 是不是才当做白色 对 但是我现在呢 只要从这个 现在新的这个 以后的 我都当做白色来看 了解了 那所以说 本来还不是白色的 就是像刚刚这个地方 它还不是白色的 现在被我当做 当成白色来看 那么 我的图是 就变得干净很多了 了解了 那 一样的 我们左手边 这边一样 本来这个不是黑色 对不对 我现在呢 希望把它当做黑色 因为它是算灰色 灰色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在处理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会先把它转成什么 黑白的 因为这样 你有发现 这样会有颜色 对不对 这样会有颜色 所以 这里 我先用RGB 通常我会先把它做一个动作 我从这边 你从这边也可以做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 你可以用摄像跟保护度 先做调整 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过 所以我先从这边 先从这边 我看一下 模式如果直接调 不要好了 看一下 可是还是会讲到那一个 我就先用刚刚的去除保护度 来 请你先做一下 画面还给你 你先到影像里面 调整 有一个去除保护度 其实去除保护度 你简单来讲就是做一件事情 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个药品的广告 我如果不好 人生就黑白了 对不对 黑白就是什么 没有彩度 没有色彩 那个叫去除保护度 这样了解意思了吗 所以其实你要做所谓黑白照片 对他讲就是去除保护度 你做的这个调整里面去除保护度 对不对 其实他就真的是把这张图片是改变的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来试试看看 这里的色阶 好 再进来的 一样 这个调过来 有发现不一样的 好 那这边黑色的 因为不够嘛 所以我就把它调过来 有没有 发现差很多 使用前 使用后真的差很多 好了之后 你可以直接确定就好了 有发现这样变的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不要 或者你想要把这个效果暂时关掉 也没用回复原来的 因为我没有把它改变那个图层的内容 所以用调整图层 我们会比较喜欢用 有可以很随性的去增减 而且万一你要修改怎么办 没有关系 嘟嘟 是不是又打开了 你又可以随时调整 这个是用我们的色阶练习这个地方 给各位看的一个 你来试看看 这个点进去就可以大概看到 像这样 那一般来讲 像这种乐谱 大概都是很多都这样 扣来扣去的 扣久了其实就是会有什么 像我刚刚讲的 越阴越黑越阴越黑 越来越不清楚 所以 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话 其实就看起来会比较OK一点 就是有经过处理的 那这个因为不是全萤幕 所以说 你看起来会有点好像锯齿状 那我把它存下来的 我放在这边 这个 好把它放在这里 那我把它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 对不对 那这样就算你再怎么扣也不会这样 扣掉了嘛 因为以前我们的乐谱没有数位化 就麻烦了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变成就是一般的那种 所谓的乐谱软体面直接去编辑是最好 可是一般很多都是有那种手稿的 你就没办法这样做 所以像图书馆啊什么的 他们如果说你本身有那种要拷贝东西的 其实稍微处理一下是真的还不错 比较不会说越来越糟糕这样子 越阴越糟糕 这是在这个工具上面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虽然没有几个动作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就很轻松的把它处理好